我胡文勇 就算不知千古名相 也算是 孤王进来 养死的第一人吧 养得痛快 常言道 想击垮一个厚颜无耻的人 就要找一个比他更厚颜无耻的人 朱元璋终于等来了胡文勇大惊失色的模样 看看这对义父义子 那还是人吗 像狗一样的在互相咬 丑啊 丑死了 世上没有比他妈再丑的人了 咱 有这样的义子义直吗 如果有的话 那咱朱元璋真是瞎了眼了呀 朱元璋这通纸丧骂怀的怒骂说完 做贼心虚的蓝玉等人 立刻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 不得不说朱元璋这招敲山正 效果还真不错 文勇啊 你说 一律该如何惩治啊 一向骄横的胡文勇此事仿佛定在了椅子上 反正已经在劫南逃亡 说话也硬起了起来 做皇上的 用得着讲 依律 皇上的话 就是法 就是律 皇上 让臣怎么死 臣 就怎么死 虽然胡为庸嘴很硬 但眼里已满是泪花 朱元璋听到这暗含嘲讽的回复也不生气 反而再次发挥了自己在杀人这件事上 独特的艺术造诣 蓝玉等人在为胡为庸的下场感到恐慌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 当天黄昏时分 锦衣卫把光着膀子的胡为庸压进小树林 绑在了两根粗壮的大树下 随着蚊虫开始肆虐 他的身体即将成为蚊虫的美餐 这下胡为庸终于淡定不了了 但被绑住双手的他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这个大奸大恶之人唯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 到临死前都没有认错 我胡为庸 就算 不知千古名相 也算是 孤王进来 养死的敌人吧 养得痛快 就这样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 就以这种残酷死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胡为庸的垮台不是结束 而是一场血腥屠杀的开始 朱元璋要借此机会 彻底清扫与胡为庸狼狈被围歼的所有人 很快李静就把胡为庸的罪证整理完毕 以蓝玉为首的交兵汉被一网打尽 朱元璋还下之把胡为庸的罪证整理成奸等路 发布到个省市报纸的头版头条 举国上下顿时一片哗然 但这场腥风血雨没有就此打住 朱元璋本着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凡是跟胡为庸有过联系的文臣武将 一律逮捕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被牵连进此案 其中除了早已退休在杭州享福的李善长 竟然还有太子的老师宋连 李善长和胡为庸的关系 被牵连能理解 但向来跟胡为庸势不两立的宋连 竟也被打成了胡为庸一把 这让好脾气的太子朱镖无法理解 父皇 这经济上都是刺 他身上确实是刺 不敢抓是吧 看爹抓给你看 父皇 父皇 胡为庸和宋连好歹都是驻国大臣 有工作上的来往简直太正常不过 因为这就要被连做 可见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了 眼看奉天殿就要血流成河 天真的太子竟跑去求朱元璋 父皇 胡为庸当朝多年 众大臣之间谁无输信往来 宋连获罪 纯属朱连 儿臣恳求父皇 宽恕宋连吧 他是儿臣的师父啊 你给咱起来 可一向懦弱听话的朱镖不仅没有起身 反而还对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听见这话朱元璋心头火熊熊燃烧起来 原本是想好好教学这个不懂他苦心的儿子的 但一看他哭得那么凄惨 老朱那颗坚硬如铁的心立刻软了下去 为了让儿子明白自己剪除骄兵汉将的用力 老朱决定给他上堂课 一堂血淋淋的帝王课 于是转身从身后的草丛拔出一根荆棘 抓住他 你给咱紧紧地抓住 朱镖整个人都猛了 父皇 这荆棘上都是刺 他身上确实是刺 不敢抓是吧 看爹抓给你看 父皇 父皇 朱镖流着泪 看着父亲沾满血的双手 他体会到了父爱背后 是一股自己无法承担的压力 朱元璋太了解自己的宝贝儿子了 他太仁慈了 仁慈的过了头 如果他是只是个普通人 你这份仁慈可以让他安度一生 可他身为一国储君 这种仁慈就很致命 爹死了以后 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反而会死在他们的手里 而且天下还要大乱 就像当年 咱们一块晋阳州城 断壁残垣 遍地尸骸的那种景象又会再现 你懂吗 朱镖身为太子储君 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朱元璋又告诫朱镖 不要把眼光局限于京城里 那些士农工商良民百姓 爹可一个都没杀呀 奉天殿上是水流成河 可是咱的大明天下正在繁荣昌盛 朱元璋治国的成绩有目共睹 不管是人口 耕地 钱粮 赋税 都远远超过了前朝 只要能为大明好 为百姓好 再大的骂名 他也愿意背 对朱镖来说 他很幸运 深爱他的父亲 一心为他完成所有血腥的清洗 只为了让他能够舒舒服服地 当守城之军 以仁慈宽厚治理天下 但他又很不幸 天性的人慈让他无法直视生命的消亡 所以当朱元璋突然让他去刑场 奸斩蓝玉等人时 朱镖整个人都猛了 我要让你好好看看 他们的脑袋是怎么掉下来的 你要永远给咱记住这个场面 面对父亲的威压相逼 朱镖只能一脸煞白地灵灵而去 可最终 他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魂决 父皇 儿子 实在是大不起 这个 太子 朱元璋没想到 自己煞费苦心的铁血硬汉养成计划 不仅没有起到一丁点效果 反而把儿子逼得跳河自尽 关键时刻还是李静会来事 皇上 太子现在已经救上来了 精神被儿棒 他肯定不是自尽 一定是失神了才掉到水里面去的呀 朱元璋在慌乱中瞄懂了他的身影 对对对 李静啊 你说的对 太子是一荒神十足落水的 不是什么投河自尽 听着 谁敢说太子投河自尽的 杀无事 因为太子自尽的话传了出去 不仅影响朱镖的名声和威严 还可能让不相干的人 基于未来的皇位 不仅如此 也对老朱的名声影响非常大 当爹的把儿子逼死了 这一旦传出去 会加深朱元璋暴君的形象 所有的反对势力 可能会以此为由联合兵变 而除此之外呀 朱元璋最最最不希望的 是另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这个人就是马皇后 可怕什么来什么 看着马皇后病入膏肓的可怜模样 朱元璋决定放过李善长和宋莲 让他们归乡养老 只希望马皇后能吃点东西 可马皇后要的不仅是这些 还有老朱的罪己诏 毕竟朝廷出现这么多奸臣 做皇上的可脱不了干系 他不希望丈夫落得一个屠杀功臣的罪名 而罪己诏可以昭告天下 为天下万民请罪 朱元璋只能让李敬写完念了出来 马皇后没想到 朱元璋的罪己诏竟然是这样的 朱开元以来 上成天意 下顺民心 海内万物昌盛 海外万国来朝 百姓安居乐业 正逢盛世升停时 却有奸党滋生 朱动若观火 为祖宗大建议 毅然除奸 这哪是罪己诏啊 就差把自己夸上天了 于是就让他重新写一份 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缺点和过错 这下朱元璋面子挂不住了 大手一挥将李敬等人驱赶出去 没有顾忌的朱元璋 那股在胸中翻涌的怒火 便再也控制不住了 马皇后对他恼羞成怒的反应早有预料 不仅丝毫不退让 还正面跟他硬刚起来 你是想让我给你出主意 又恨我给你出主意 若是我的主意比你的高明 你心里就更恨 这番话直出朱元璋的内心 立马就一脸愤恨的拂袖而归 可刚走没两步就停了下来 还是心疼马皇后 于是朱元璋强压心中的怒火 端起桌上的点心 轻声细语的劝说 可马皇后却冷漠地把头转向一边 朱元璋又跟至暴龙一样攀火了 吃不吃 饿死拉倒 咱这皇上咱永远不出人 咱 你想把自己饿死是不是 饿死好啊 你死了咱不心疼 咱会饿喝喝地给你下葬 咱 你死吧 啊 死吧 你死去吧 你死了好 你死了以后 咱马上再立皇后 咱抢立几个就立几个 咱一吃立杀子 吹胡子瞪眼地说完这通俗气话 朱元璋总算是离开了 虽然马皇后全程没说过一句话 可他的眼泪早已湿了脸庞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朝夕相处的丈夫 事实也的确如马皇后所说 他死了之后 这世上再也没人能牵制住朱元璋了 第二天的朝会上 朱元璋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彻底裁撤中书手 废除宰相纸 你不许能牵制着 肯定是